你好 韩国牛本米娜 最近关米娜通过《Oomonesense》等杂志分享了近况 有很多积极的信号 他说现在接受心理治疗调整状态 也在积极的跟人见面 一个人的时候忙着做一些业余活动 我有了做化妆品的爱好 也有时画画 我打算以后集中于演员的道路 我的模范就是医政人 我七岁的时候看过医政人前辈表演 娃的舞台第一次蒙上了当明星的念头 医政人的存在让我走上了这条道路 他接着说 AOA经历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转折点 AOA给了我出道的机会 我穿着漂亮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 就像做梦一样 我感到了当艺人的快乐 那八年的岁月是令人难忘的 我跟粉丝们沟通获得很大的能量 粉丝们经常告诉我 米娜你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吧 我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很幸福 过去十年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精神崩溃了 我在努力恢复中 我希望回到 拥有钢铁意志的米娜 最后我会通过有粉丝的聊天室 以及个人YouTube 分享自己的想法以及境况 我会好好生活的 请别担心我了 不过关于米娜的问题尚未结束 A few moments later 最近她的经济公司 Reactors表示 一个黑粉长期在 迪欣赛特和 迪特派等社区网站里 诽谤过米娜 不仅如此啊 她为了制造对米娜不利的舆论 在Kakaotalk里开设公开聊天室 共谋有效攻击 过米娜的种种办法 这种行为让米娜 趋于稳定的状态 再次急剧恶化 因此公司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先对一个用户进行临时诉讼 这种做法也是杀一紧百的 因为后面公司还表示 接下来对其他用户 也会采取法律手段 而我在DC Inside的AOA社区里 看到了很多帖子已经被删除了 看来公司采取的抢引措施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这种网络暴力 就像杂草一样 永远都拔不完的 如果国民党经常看这些评论的话 只会受到影响 所以希望她远离网络上的种种评论 恢复心灵的安宁 그럼 拜拜